刚才录了一下 这哥布尔车先故障了 自动自动停停止退出 不知道为啥 我也不知道也没有拍下来 那咱们重新来看一下这个价格 这款车家用的哈 020012月17号 这款车的这个起价目录起价是27,200 这是含税价 这边是不含税价 每班都是看含税价这一列 搭上这些配置以后 最终价格是3.1万 3.14万价格 然后这款车的配置是2.0TDI 才有的 2.0TDI 手动挡的 这挺好的 所以油耗很低啊 只有4.9 但是这个配置能耗的系数还不错 已经靠近B了 但是配置比较低 因为这个轮毂居然是塑料轮毂 你看塑料轮毂 这里面的钢的 哦 塑料盖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外观怎么样 这新开迪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新开迪的这个外观颜值 和老一代比的话 有一个货用版的 当时我在外面拍的 但是这个家用版的感觉稍微 稍微来说还挺好看的哈 咱们 哇 这个门好紧啊 先看一下这个外观 配置不够高啊 地方是凹下去的 这个凹的弧线 这个设计挺有意思的 这个地方又是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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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啊 这个全是这种线条 你看 这个钢琴烤漆 这个 这个灯和这个设计这个元素 我不知道想表达什么 感觉好宽哦 有点像一个小号的大洞的transport 不过这个感觉很廉价呀 这个凸出来的滑轨 这雪白的 这个太突兀了 哎呦 上一带感觉凸台 这一带感觉凸台中间有个凸台感觉 我一打开门就看到了有点高啊 然后这地方是一个大平台 可以站在这 看他扯上这么高 这个旅行架挺牢靠 挺结实的 咱们坐进来感受一下 嗯 软硬度还不错 这个坐垫 但中间这个地台不是纯平的 它有一个有一个稍微的托起和我的鞋面差不多大 然后这后排座椅的这个宽度还不错 我大腿 你看我承托性的话 基本上到这个拐弯的地方了 这样子 大家看一下我坐在这的感觉怎么样 还行啊 上面几颗LED灯 这个确实是低配的 这个地方连个网多都没有 这个低配的 所以欧洲的车的配置 你会觉得难以理解 但是它是手动六档的 方案反而感觉也是高配的 这个定速巡航什么该有的这些实用性功能全部都有 然后也是一个大液晶瓶中控 液晶瓶个不够大呀 但是旁边的那么宽的这种厚厚的塑料感 感觉有一点掉价好 这个中控台 中控台设计的好简洁哦 基本上两个旋钮就没了 没有实体按键了 然后下面的这个 下面的这个门铝 还有那个climate的那个空调 全都集成到那种那个软件控制里面了 把那些 把那些物理按钮全部取消掉了 通通取消掉了 这个也不知道 很多人都会吐槽这个 我个人也是 我现在那个雪铁笼上面也是都是软按键 我就不怎么爱用 然后这个开敌这个保留了 仍然有 这个有一个储物的一个空间 确实是个低配的呀 31,000的价格还行 价格还不错 价格还不错 然后有个2.0的这个发动机 动力也有 油耗也省 5.0的油耗都不到 现在欧洲的油价 那个油耗标识都是用那个 WLTP的那个新的规则 更接近于真实状态的 所以油耗也是比较低的 刚才我说的这个地方 只保留了这个地方 很少的这个物理按 那个按键 这个也是触触式的 按键太少了 这个这个P的menu不知道啥意思 这个也是P Auto Hold的功能 这地方能控制什么呀 Model 大灯的自动启灵控制 还有前后的加热 大灯亮了 嗯 没有什么可玩的 现在 这个也是没有什么变化了 这个扶手台也比较小 但是这个驾驶感 大灯的驾驶质感还是有的 如果开的话 嗯 然后这个地方 弄了一个凹陷 这么大的一个图台 可以放一些小物件 在这儿倒挺好的 如果成平的话 确实面积很大 但是放不了东西 这样的话就可以放不少东西 也这样倒挺好的 这地方有一个12V的点 连这个东西取消掉了 取消掉了 这张连带镜子的 没什么 还有什么可看看的 再有一个 哦 这还有一个小储物格 这个储物 这个储物棚板里面空间比较大 嗯 再有两个USB-C的这个口 这个位置 但大众感还是大动的车给人的感觉 坐进去以后 就有一种很大动的感觉 嗯 毕竟我今天开过了4年多的那个 6K底啊 嗯 上一代这个地方隐藏的挺好的 就是上导轨的地方还有一个盖板 这陷进去的 他都现在突出来那么多 这个我觉得太有点丢缝了 你看他突出来这么多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 很奇怪 你看看这个后 这个后门管好结实呀 这个就是他的优势就出来了 这个优势 空间超级大 而且很平 镜深也很大 这个作为一个小家用小货车 真的是非常的实用 太实用了 有一个遮阳帘 有一个软质的遮阳帘 影尸盖 这个座椅一看 就是德国那种 德国工具那种车 就可以把它取下来的 我感觉 这地方可以拉起来 为什么都拉不动啊 好奇怪啊 想把这拉起来的 也拉不起来 后面都是给孩子的 Isofix的那个接口 反正是作为一个家用车 实用至上这种车 非常实用 空间超级大 后面地台相对来说也比较平 座椅坐垫的 成年人坐也蛮舒服的 蛮有这个弹性蛮强的 有弹性 然后又挺软的 那种感觉 挺韧的 他的后面就是他的老大哥 Transport 他后外了 这是家用九座版的吧 这个是 这个是八座版的 前面两个座位的八座版的 还有九座版的这个车 这个车特别紧 因为上次我拍过一次这个车 所以我就不拍他了 好了 咱们去看一下那两辆车